《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这12月2号开始 中国大陆微博上突然热转上海小红楼 也就是赵富强山 这话题暴增了六个亿的浏览量 到昨天的网络开始大规模删帖了 尤其是小红楼和赵富强案件所在的地上海 竟然没有一家官方媒体或者说民间自媒体发出声音 很显然的是什么呢 就经过一阵发酵之后 中共宣传部门是见好就收了 而对于上海来说 案发地在上海 他们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事传出去 对他们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干脆媒体都不报 其实这是一个旧案子 去年12月就已经审结了 为什么一个旧案子会在网上重新热炒 达到了怎样的宣传目的 然后又迅速的降温呢 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上海小红楼从上热搜的直接原因 是因为当年主审这个案件的法官张征 刚刚在11月落马了 那么国内最先报道这一新闻的是财新网 去年小红楼案件对内幕曝光最详尽的就是这个财新网 写了一个这个专栏 那么可以说财新网实质上是掌握了更多更猛的料的 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和明显的勾兑因素 这个号称要让上海官场发生地震的这些案件呢 草草收兵了 2020年围绕网络热点 诽谤江哥及其母亲的这个案件呢 就是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裁决 主审法官就是给张征 当时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采访 一时间的他这个形象呢 中国广大网民也熟悉了 实际上就在江哥案件两个月前 小红楼案件就已经审结了 这起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赵富强38人涉黑案 审判长就是张征 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 这个案件采用了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庭审的 小红楼的主人赵富强被判了死缓 上海市基监委发布消息说 上海杨浦区委员常委政法委员书记卢彦 杨浦区人民法院院长任永飞都是赵富强的保护伞 新华社呢 就一锤定音说了 赵富强案幕后的保护伞被一一铲除 这句话普通吃瓜群众一看明白了 是吧 瓜田里剩的那些瓜呢 就不让摘不让吃了 那么对于上海官场甚至更高的涉案的高级官员 暂时呢 也把心给放下来了 还在这个案子呢 就做到杨浦区趋着一级就结束了 然而这一次网络突然热爆翻炒旧案 很显然 中国的政治形势呢 有了新的变化 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追究扩大追查的需要 那么这个变化究竟是什么 这个热炒又是谁在操作的呢 如果网友们细心观察 就会发现 最早是上海市纪委监委官网 11月1号这天就发布消息 说张争落马了 那么这则消息发出来会水波不星啊 你想嘛 有谁就是看中国热闹 看中共的热闹跑到这个纪委监察网去天天守着呢 是不是 更想不到这个法国后面还有一个小红楼的故事嘛 那么谁知道呢 刚才说了财新网 本来就应该他根据张争落马这个新动向来爆出新一轮猛料的 毕竟他熟门熟路了嘛 去年的深度报道他做的已经有很多的内部消息放在那了 只不过是按照要求进行了删结 配合北京和上海的讨价还价 最后跟新华社宣传口径做了个对接 就是所谓赵富强后面的保护伞一一铲除了 既然是一一铲除了 所以你财新网知道的 你不该暴露的人物你不能说了 那么财新网毕竟是知情的 所以11月3号财新网第一时间就跟进这一则官方公告发了新闻 不过他自己呢只能推荐自己一月份的财新周刊的那个深度报道 为什么作为媒体人要放弃跟进猛料的机会呢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印象 过去三个月里面中国新闻也有了新的一个洗牌 大家还记得胡舒立的那个叫什么 猪头不受待见 发出这个明显讽刺习近平的帖子嘛 很显然他后面的王岐山已经是没有能力替胡舒立撑腰了 胡舒立也已经知道他要在新一轮的媒体洗牌中失败了 很快后来就消息就得到了认证了 财新网从最新的媒体白名单中落榜 从此呢 他的新闻报道不能成为消息源 财新最独特的就是什么 独立深度调查 那这个特点都被扼杀了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这个媒体是吧 所以这一次财新网也不能单纲来完成 张争落马与小红楼案件瓜葛和发酵的报道 怎么办呢 信心的网友会发现 就这一次网络热潮真正起源于什么 一套小红楼的内部照片 所谓叫有图有真相嘛 是吧 就看到了一些华丽粗俗的装修 看着那些套间大床还有什么 套间隔壁是那个豪华宿舍 所以人们就开始进入那种联想当中了 想象那种官商黑之间的交易的想象当中 这样人们才开始躁动起来 这样数亿人才开始浏览相关的细节 回忆去年的这个案子 这些图片拍摄于2019年底 照片的提供者是中国经营报 它等于是当年财新网一起做财经报道的同行 但是呢 中国经营报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是中国社科院办的报纸 它主打方向是企业管理工商报道呀 它根本不擅长对官场和正商黑结合的这种深度报道 它也不能够报 中国社科院不能让它发 但是它的报道显然用的是2019年底的详细资料 我们当然会想 那个时候的详细资料只有财新网在做 而财新网的报道不被大家采用了 会不会财新网私下为了让它来把事情做大呢 很有可能 是吧 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第一个猜测 非常有意思的事 大家看那个中国经营报它那个措辞 开门见山就说了 赵富强在上海十里洋场 成就了一段没有完结的故事 这句话很有神意啊 咱们刚才说了去年底新华社搞件一锤定音 说赵富强身后的保护伞一一铲除 那么这不就等于是对新华社的这种结论 我们在颠覆了嘛 就等于说这个事没完 开始往下查了 现在通过发出小红楼照片 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这个分析 对财新网当初的深度报道再重复一下 开启了让人们对这个事件说 好奇 这水到底有多深啊 这个案件还牵扯到谁呢 就牵扯了这种追问 对吧 那么到底牵扯到谁呢 我们可以从张征本人开始分析 这个张征的个人简历当中 你会发现他曾经高升到了上海最高法院 并担任了立案厅厅长这样重要的职位 但是比较反常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开报道说张征是2019年1月 再次返回老单位出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什么叫返回老单位 就是不重用了嘛 就是等于你在高院没法再升迁了嘛 或者你说你升迁想攀附的那条路断掉了 公开简历当中已经查不到他担任高院的那个 立案厅厅长职位的这个年份了 我呢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番查找 他花了半个多小时 我想一定会有 结果找到了上海最高法院当年的一份公示留存 就是说这个干部适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大家有没有举报这么一个公示 显示张征是2017年5月被提名为立案厅厅长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2017年上海公检法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上海的整个领导班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了张征的仕途突然有了逆转 2017年 习近平的大秘书李强 从江苏省第一把守的位置上转任上海市委书记 这是个中国政坛最重要的位置 它有多重要呢 江泽民、习近平都是从这个位置上升任中共第一把守 当上了总书记的 咱们这么说吧 如果习近平前途突然生变 那么李强可以一步到位成为中共新党魁 这个按照中共组织政治惯例 这个分量会很重的 即便说没有意外 习近平是肯定继续连任了 那么好 李强也是他最信任的大秘 一定会按照上海出来的 包括韩正 包括余正生这样的惯例 对不对 去接管哪里呢 余正生政协主席 韩正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接任他们的职务 那么李强必须表达出来的就是两条 第一 对习近平的无限忠心 第二 与盘根错节的上海帮打交道 长袖善武的围观能力 是吧 你对习近平不忠诚 你当然上不去了 是吧 那么你要不善于跟上海帮打交道 没有这种长袖善武的围观能力 别人想那你管理个上海不行 你管理全国肯定就能力差点吧 是不是 所以呢 李强接管上海呀 这个第一把手啊 要有帮手 这个帮手呢 又得要靠上海 也要靠什么 也不靠上海 自己空降部队带过来的亲信 那么在地方官员当中 咱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政法系统嘛 有了刀把子 你才有威权 你才能当地立威 2017年 政法系统上海的两位第一把手同时空降兵 一个是上海高院院长刘晓云 他是从河南省高院党委副书记位置上调过来的 第二位上海市检察院院长张本才 北京市检察院院长位置上调过来的 两个空降兵 是吧 当然了 与上海本地城长的张征呢 他们就没有扭带关系了嘛 所以从时间点上一看 张征呢 不到两年 2019年就离开了高院回到原单位 这就是没有得到重用 没有得到新的上海第一把手李强 还有这个政法委的两大空降兵的头头的重用 这与习近平对上海高层的布局是有关系的 但是咱们也看到张征他与小红楼这个案发地 就是上海洋补区的政法系统干部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呢 没有明显的利益关联 所以呢 他才能够去判这个案子 是吧 他得以成为这个中央督察大案的审判长 当然咱们知道这个审判结果已经政治化了 所以张征自己也无法控制 不是说根据法律来判的案子 根据政治要求判的案子 也就成为这个案件政治运作的见证人 所以这次张征落马 除了中共惯用的什么叫贪腐这种借口之外 政治上它涉入太深 知道太多 很有关系 那么这个案件究竟还牵扯了谁 牵扯了哪些方面呢 抓张征会带出谁来呢 我们先看这个案件 因为往往这个案件会带来很多的疑点 从这个疑点当中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大家可以理解 你越无法解释的故意躲避的问题 那就意味着这方面 上海做出这种审判结果 故意隐瞒 故意放水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注意到不少评论都已经在集中在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人严重侵害的女性 还有这相关细节上了 所以这里我就不再这方面重复 案情的详情 怎么去举报 怎么受害的 大家可以去看相关报道 还有自媒体评论 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吧 那么咱们看有哪些疑点 第一个 一个中央督办的涉黑势力 但你看整个判决书下来 整个审判结果中 你很难看到它明显的黑组织的运作模式 判决书说赵富强获利9.7 难道是房屋租赁业务啊 是不是可以是合法拿来的吗 那最后听起来其中像黑手段的 比如说绑架勒索 强迫交易 这里面确认的非法牟利是多少呢 600多万元 那9.7一减就600多万 还剩9.64亿怎么挣来的呢 是吧 判决书说它的租赁业我遍及全上海9个区 也就是说 不只是小红楼所在的杨浦区的官员 而应该是全上海各区的官员都有可能涉及 那么那些人是谁呢 此外 开办小红楼这样的黄色高级会馆 靠女人提供特殊服务能挣多少钱呢 极其有限 甚至不足以应付小红楼的日常开支的 那么赵富强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 应该就是利用特殊服务交易换来的权力下的商业好处 9.7主要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些交易都是跟谁完成的呢 咱们想 这里面一定要有谁啊 得有管钱的人 得有国家的金融机构、商业机构的参与 那审判书那里面的几个 你看 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 是吧 他们的权力必须通过商业机构才能与赵富强实现勾兑 那么这些大企业、大商业的老板们 怎么没有出现在这个判刑的名单里面呢 跑了嘛 就比如当年这个郑恩宠与上海市当时那套班子的案子当中 除了陈良宇、韩正这些官员 一定要是要有周正义 要有这样的人来把权力变现 对不对 然后当官才能分钱 那么仅仅仰土区的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 他们的权力资源根本就没有办法跟陈良宇比呀 是不是 土地、房子、政策 你政法委书记哪有这些资源 那么怎么能够弄出来十个亿的财富呢 就一定要有什么 掌握更多权力资源的人在里面操作 第二条 小红楼里面令人炸舌有一个虐待细节是什么 就是他实质上就是赵富强把这些女性进行人工取卵和代孕 咱们知道这个普通家庭要想要孩子的条件不允许的 肯定不会来找赵富强嘛 是不是 这些需求当然是中共的高级官员或者政商勾结的那些富豪们有这要求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坑了两代人 计划生育叫什么 叫一票否决制 只要超生 你只要是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 你升迁之路就会断掉 所以中共官员的可以说普遍都是计划生育受害者 想多要孩子要不了 每家就是一个 如果想要女孩 还想要男孩 也要不了 中国人当中的封建观念很多 要把家里东西传给男孩子 是不是 特别是中共官员获得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之余 他一定会考虑继承权的问题了 那年纪大了 你们说到两代人都过去了 夫妻年龄可能已经不允许了 50岁了 60岁了 要不了孩子了 那就说习近平不也这样吗 他不也是一个女儿吗 是不是 你说他没有别的想法和行动 保不齐 是不是 可肯定想要一个男孩吧 所以呢 这个请人代孕这个事就要保密 要找什么 没有首尾来做这个事 所以中共官员一定会喜欢像赵富强这样的服务提供者 这个在判决书中只谈了众多女性被取卵被代孕 谁经办呢 你得有一个诊所 有个医院来办这个事吧 是不是 生下来的孩子 代孕孩子去哪了 判决书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描述 这可以归于隐私环节 当然是吧 因为这个隐私才没有做到这个公开审理 但是这个隐私呢 也为后面巨大的中共官员的这些需求者提供了保护 但是张征知道这个隐私 他是这个一案子的法官 是吧 所以我们想张征落马将会牵出小红楼案件当中 容易被人忽略的 而中共在派系斗争当中又极其需要的对手的秘密 两条了 是吧 再看第三条 这赵富强还经营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叫做平安上海的节目 这是一个上海施政法系统要讲好上海的公检法好故事的频道 这个赵富强竟然成了这个栏目的老板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种栏目平安上海 肯定宣传口子 上海市委宣传部 你得走到位 上海政法系统讲他们的事情 让法官检察官得出来做嘉宾 所以这个路子你要走到位 你说 他的小红楼的黄色诱惑还仅仅限于杨浦区吗 那肯定有更高级的 至少是上海市委宣传系统的 政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嘛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之下 小红楼的事又被炒作出来了呢 咱们看 十一期间 十一前后 孙力军、傅政华 这些中共的公安系统高官被整肃 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的党内斗争对政法系统大清算已经开始了 六中全会之后 咱们知道党的这个什么历史决议都出来了 所以他从组织路线上权力的连任已经没有问题了 现在就是要防范意外发生 现在在国内环境下最容易生变的就是政法系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刀子就捅过来了 对吧 所以张征落马之前 咱们看到上海的公安系统其实已经开始动作了 跟随李强进入上海的空枪部队当中 有一个叫做公道安的 他不是传统上海帮政治力量 湖北公安系统出来 后来去了北京 担任公安部12局局长 龚道安2017年跟李强同时来到上海 他来出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担任局长 后来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他当时来帮助李强来清除异己的 对不对 别着刀把子就来了 但是干完后 他自己却自身难保 2020年8月在任上落马了 今年8月份开始开庭审判 所以呢 这个小红楼案件大举宣扬有着什么 对上海盘根错节的政法势力全面清算的布局 我把话放出来了 你自己摆对位置来站队 是吧 你要继续站在原来的队伍里面 那对不起 我们就把你清算了 中共就干这个宣传的工作 那么小红楼呢 它就是跟政法系统打交道的呀 赵富强的店铺又遍布了全上海 那么理论上 全上海的政法系统干部 都有可能是小红楼的保护伞 都是小红楼招待的贵宾 这是一个可以牵一线动全身的案子 所以要热炒 所以要倒回来炒 特别是习近平残处腐败 倒查20年这政策一出来 你想20年前 今年2021年 你倒查20年 2001年 正好就是江泽民的侄子吴志明 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最后担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的时刻 你说习近平会不会算旧账呢 不在乎这个人退休了没有 还有没有权力 而在于他在位的时候培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 那么旧账算完了 还没完呢 朋友们 还有一个人物 也值得关注 就算咱们这个节目透露一下吧 说一下分析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 刚才说了 上海市委书记是什么 有着一部清源政治惯例 是吧 上海市委书记变成总书记 那上海市长像原来的朱镕基也都会上行 一下子当什么国务院总理 那上海市委秘书长呢 鸡犬升天嘛 是不是 现在习近平最重要的中办主任丁薛祥 那就是诸葛宇杰的这个大师兄 他就是上海市委秘书长出身的 你看他现在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上海市委秘书长这个职务出去也是走得非常高 那么诸葛宇杰有个特点 他的仕途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 那么他要想冲刺中南海 关键在于什么 那习近平的判断 是不是 你到底是忠诚的习家军还是老上海帮的子弟兵 那么对于从来相信敌人来自堡垒之内 对待同志下手最狠的中共来说 掌握被称作战友的这些人的黑材料最为关键了 今天的战友 明天的敌人 那么诸葛宇杰的黑材料是什么呢 难道他也与小红楼有关系吗 2013年 诸葛宇杰担任杨浦区区长 2015年他担任杨浦区党委书记 而这一段时间正好是赵富强的小红楼经营的风生水起的时候 如果说位于杨浦区政府不到200米的小红楼 他没有去过 那么你走不掉的一点是什么 就那判了刑的他的手下杨浦区政法委书记、杨浦区法院院长 你做书记的 你说你不认识 好 一个炒冷饭的小红楼案件 咱们就分析到这了 其实呢 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红楼过去就有嘛 赖长青手里就有一个 是吧 这种正商黑黄结合的 什么房子、票子、女子、本子、孩子 大肆勾兑的这种楼过去有 现在大陆到处都有 在这个全过程民主的社会里 人民只有被主子奴役的权利 而这种奴役呢 是全过程的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了 朋友们明天再见